LPL队伍 遇到LPL队伍是我不太想预警的 但是冠军毕竟只有一个 也没有那么多兄弟队陪你打到最后 JD will match up here against Su Ning Team kill after team kill That's the LPL history of my friends 因为LPL队伍之间打的话 就不会出现那种很一边倒的局势 就感觉可以给观众们 带来一个更加激烈的BO 我们第一场就是要命令京东 我觉得京东这个队的话优势就是 他们五个人打得很团结 然后指挥的也非常大 我感觉他们就是五个人 就是像一个人在打 我觉得我们打法可能就是比较 偏上半局 所以作为上都督 我觉得我肯定是要占住阿凯利的 他的对线风格我觉得就是 比较擅长于压制吧 然后比较喜欢推线 我也经常打这种类型的选手吧 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应该对线方面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应该对线方面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然后不管是选英雄还是打法 我觉得我的打法就是比较 对团队的考虑比较少 不管是选英雄还是打法 我觉得我是比较 想要现场打出优势的这种打法 然后排约队友 Bin might die actually 甚至说我们是LPL内战吧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会就是怕 那一下LPL队友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肯定 这种肯定是有实力的赢的就行了 不要考虑太多 因为写的目标现在都是夺冠嘛 所以也不在乎队友是谁 队友是哪个赛区的 只要把自己该打出的东西打好 然后赢下所有的比赛 想着这些我觉得这些 谢谢大家